昨天我們就討論 因為網上各式各樣的傳言 而且有照片說盧溝橋塌了 有沒有 故宮淹了 然後這個天安門也淹了 各式各樣的照片 我們昨天有解釋 當盧溝橋塌了 它是那個大範圍的盧溝橋 旁邊的一條小橋 不是真正的盧溝橋 那故宮也有解釋 那我們看到這個確實寶雨非常大 因為它是兩天下了兩年的雨 那當然今天很多人在檢討 它的什麼城市排水設施 說已經不靈了 什麼大陸只重視表面功夫 但說實話啦 這個雨下在哪裡 大家都無法承受吧 兩天下了兩年的雨 到此刻為止 我們看到這個強降雨 已經慢慢減緩了 但這個雨真的是很可怕 包括這個院老師 對大陸這麼熟都說 就很少看過 很少很少 對 雨這麼大 颱風很少北過浙江的 對 來 我們給大家看幾個 那個災情的一些畫面好不好 來 我們不是有這個分割畫面嗎 把這個分割畫面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就是各地的一個這個雨災途 北京一百四十年來最大的降雨 習近平昨天有做出指示 非常非常詳細動作很快 最大的降雨 你看從空中府看 就整個整個一個室被淹沒了 水深兩米多比我還高 這個商戶撤離有沒有 整個整個淹成了一個 河的一個概念 大家看到整個廠房 全部都泡在水裡面 廠房全毀 然後也出動這個有影片 因為一家三口受困沒辦法 爬到這個最上面的頂端 結果有一個怪手的司機 非常的勇敢 雖然洪水一直沖 他就開著他的怪手 逆向這個洪水 沖過去救人 把這個怪手舉起來 這一家三口跳到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散斗當中 他在整個後退 這個怪手英雄 今天在北京火爆了 另外我們看到 還有很多這個圖書房庫 圖書房還有庫房泡水 哇 這個書泡在水裡面 看到好心疼 大概就毀了 還有一個這個男子很特別 就是夏令雲被淹沒 這個男子躲在哪裡避雨呢 殲六 這還是最特別 最酷的一個這個避雨的方式 躲在殲六裡面避雨 這不知道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老飛機了 對 是某種這個夏令雲 公園裡面的 對對對 這是我們F86 對對 更老更老 對 另外還有包括這個 門頭溝的洪水 雖然已經退了 今天開始雪慢慢退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台灣也淹過 滿目瘡疑 汽車 雜物 淤泥 慘不忍睹 所以這個大陸已經派出了 2000多名武警 整個在協助這個民間 好 來 好 我們看完這個 各地的這個雨勢之後 跟大家說 那今天開始呢 慢慢慢慢的雨已經停了 雪要慢慢的退 但是當然伴隨著大雨 常常接下來的 可能就是一些疾病啊 衛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北京確實是很忙 然後呢 來 我們的這個蔡英文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呢 立刻來 蔡英文總統 立刻在臉書上推文 你有沒有發現 簡體字 簡體字 嗯 還不錯 中國北京等多地受到 杜蘇瑞颱風環流的影響 在這個推特上的影響 連日暴雨 造成了大範圍的洪牢災損 並且有人緣不幸傷亡 我要表達關心與慰問 期盼受災地區 早日脫離洪害 恢復正常生活 這是他的推文 那當然我是覺得 這個這個做法 是值得肯定的 兩岸之間 你不要說兩岸之間了 你對於日本啊 對於韓國啊 對於這個世界各地 任何的一個災難 大家都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嘛 我們台灣也是一個 常常暴雨啊 颱風啊 地震的耗發地帶 所以蔡英文啊 第一時間 在兩岸這樣兵凶戰危 在這個民進黨不斷地 跟美國不斷挑釁之下呢 我覺得這個做法 是值得鼓勵的 是值得鼓勵的啊 就說兩岸之間 其實就是如此嘛 同文同種啊 尤其是在這種天然災害 人力無法抗拒的情況之下 那蔡英文不錯 是第一時間 在推特上 而且還特別用簡體字的啊 用簡體字來發文 告訴大家受到 這個颱風的影響 她要表達這個慰問 就是蔡英文的善意啊 當然這個 要選舉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選舉思考 要選舉了啊 當然有些這個 也許啦 潛藍的啦 中間選民的啦 還要告訴大家啊 這個善意啊 這個人道的關懷啊 是不分藍綠 不分彼此的 無論如何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值得肯定的 好 再來一個 好 另外呢 就是賴清德的接班人 這個蔡英文的接班人賴清德 要到美國這件事情 很早就定了 只是怎麼個去法啊 去了會幹嘛 見了誰 會有什麼樣的 後遺症的一個效應呢 是值得關注的 那總統府已經公布了 8月12號啟程 當然主要是要去巴拉圭啦 大家知道巴拉圭 當然不是重點嘛 主要是過境 過境紐約 所以去的時候呢 過境紐約 回來的時候 過境舊金山 會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大家就想上次蔡英文 過境美國 是個什麼樣的概念 大概比照辦理 這總統府公布 但是你看到 在巴拉圭的行程 它是寫得很細 但是過境美國的部分 只有過境兩個字 有沒有 連美國都沒有寫 過境 連美國都沒有寫 這很特別吧 你總是寫過境紐約 過境舊金山 連美國都沒有寫 連城市名稱都沒有寫 也蠻特別的 那在他記者會當中 就對於過境美國 這件事情的輕描淡寫 把重點都放在 我們覺得不是重點的 巴拉圭的上面 好 這個你看到 又說這個陳 因為 這個賴清德 正在參選總統 美方要求相關行程 不公開 不公開 然後賴清德 這次是用什麼身份去呢 他有好幾種身份 他是副總統 對不對 他是民進黨黨主席 那他也是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 但他用的是總統特使的身份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易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易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易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易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我的推薦碼 CTI798 CTI798有額外的折扣喔 F Veterans F